一起船挤上一个单人小摩托顶着两个大脑门 到山下的菜市场逛逛圈 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鲜的好货菜品 毕竟山上的T卡菜市场仓位有限 就那么两家卖蔬菜的一家卖肉的菜品还是一模一样 山下的菜市场确实要大 要啥有啥卖肉卖干货卖水果蔬菜的各有好几家 这个怎么卖呀 不过人也多 眼神一时都不知道该往哪放 平常山上就我和阿腾两人 不是放在身上就是放空 眼神一顿乱瞟之后 买了黑豆腐 一块牛肉年糕平骨和银饿 还有茉莉葡萄 最近流行这个葡萄 吃起来又香又甜 停不下来 辣椒一阵阵香气扑拉 我问老板辣不辣 外地人不要逞强 待会儿辣死你 但是先带我吃上两顿早餐 要一个这个麻球 我先给肚子牵点麻团 油香最香 满足 正巧回程路上进入过一个大江边 哇 这也太好看了吧 顺便开了个眼界 走了一波旅游大片 这好像那种海峡 我以为是海边你知道吗 这么大 然后就带着我的新眼界回家了 迎接我们的贵宾圈 一开蚊子嗷嗷嗷叫 你们俩又上哪去了 一大早就不接 电话也不回 定位也不发 我看看都提了些什么 哎 这块牛肉可以哦 闻着味道就好香 我再闻闻闻闻闻 我虽然吃了个麻团 但阿团还没吃呢 正式的早餐还是得走一个圆滚滚硬邦邦的年糕 都给它下锅 煎得一个个口吐白沫 身负重伤 起锅 最近发现了一个新吃法 年糕先炸煉乳再炸白糖 有一种爆浆奶糕的感觉 再加上白糖的脆感 哇哦 奶香四溢的美味 再喝一口自己泡的青梅露 葡萄也摔上两颗 完美的田园早餐结束 因为再不走就要变成爆晒套餐了 各干各的一会儿后 来蹲众口的吧 早上买的牛肉 豆腐 下红油汤锅 牛肉挺嫩 忘了看家 配上阿姨看不起我们 但最后给了我们的中辣辣椒面 牛肉是好吃 但蘸料是一滴一滴的蘸 生怕多蘸一点 我明天就蘸不起了 这个三十多度的高温 适合在院子里玩玩水 但不是我玩是狗玩 最近南南和Rachel身上都发现了跳蚤 先给他们洗个蚤 撒死一波再上药 南南一向来对美容美发这一套比较配合 显然菜的品种是最属亲人最好打理的一种 洗完还自己擦毛巾 边擦还边睡觉 对比家里的边墓 实在是秋中之秋 任你摆布的狗 洗完南南对付Rachel可要花点心思 我什么还没干呢 他就已经反背上 我现在旁边静光齐变吧 怎么去看来也没用 必须还是得用武力解决 揪过来就一顿冲 你不行不行 我怎么就洗 不动了 好在最后冲起来 他也觉得凉快 慢慢的学着配合 擦毛时还变成了一只黏黏的小奶狗 洗完又是好狗一条啦 我们挪起来也更顺手